19岁退学,在出租物搞家庭赌场 四名工人固定流水,月入万元 妥妥的美国富裕阶层 他是克雷,能学习,懂交际,会管理 更重要的是善于发现并抓住机会 这天,小赌场来了个新人 克雷一眼便看见他的新款保时捷 此时,克雷的第一个想法并不是赢对方的钱 而是想知道对方是如何开上保时捷的 很幸运,一个愿意说,一个愿意听 想要快速挣钱,当然要到钱最多的地方 哪里?股市 不是买股票,而是卖股票 买股票谁都会亏,但卖股票,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师傅临近门,修行在个人 第二天,克雷就到了这家不知名的股票经纪公司 这个年代还是电话销售的黄金时期 看看这繁忙的景象 这可能是投入最少,见销最快的挣钱方式 只拼一张嘴,你就能年入百万 顺利走上人生巅峰 克雷心动了,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公司 没有职业资格,没关系 前三个月,周星150,先帮师傅卖出40单 然后再去考职业资格证 不懂股票销售,也没关系 每天打出700个电话,所有人会对你感兴趣 拿起电话不知道说什么,更没关系 看看他的现场教学 第一步,自抬身价 一上来至少是个高级经理人的头衔 第二步,掌握主动 问题你随便提,答案我随时有 第三步,欲擒故纵 购买欲望低,刚好我限售 购买欲望高,别让我为难 第四步,制造氛围 这边吵吵闹闹,这边心神不宁 第五步,静待佳音 如果不想买,怎么可能到这一步 所以,此时乌生甚有生,即便看下来 柯雷终于明白,只要脑子闭嘴快 话数高超,直说客户痛点 所有的股票都能卖出去 柯雷开始操作,一天打700个电话 对方没兴趣的,直接挂断 对方犹豫的,展望前景 兴趣盎然的,欲擒故纵 总之,先把客户当上帝,然后才是提款机 三个月后,他拿到职业资格 终于可以开始为自己大展拳脚了 这一单,对方是老师的上班族哈利 柯雷急进推销智能事 但哈利依然忧心忡忡 哈利说,要换房,钱紧张 柯雷说,先买股,再买房 立马能换学区房 哈利说,孩子上学要花钱 买了股票心理学院 柯雷说,买了股,赚了钱 公立私立随便选 哈利说,十年才存这点钱 股市还是有风险 柯雷说,所以才要搏一搏 成了少干十年活 这一套套,把哈利哄得很开心 最终谨慎的哈利决定买一百股试试 这一百股可以让柯雷赚三百美元佣金 这个佣金水平是华尔街的几十倍 柯雷知道,这么高的佣金水平肯定有问题 但此时他只想快速挣钱 当个百万富翁 以此偶然,柯雷看见主管进了隔壁大楼 奥奇特他也跟了进去 在这里,地上摆满了电话 他听到主管说 如果办公室搬到这里,能快速脱身 柯雷感觉问题严重 随后他去了他们所销售股票的公司总部 这里遭遇人去镂空 柯雷终于明白 原来他们卖的股票全都是皮包公司 这些公司都是主管自己包装 然后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再由他们把股票推销给普通客户 等到股价推到一定高度 第一批人赚到钱 他们便放弃这只股 最终普通客户血本无归 柯雷感觉自己就是骗子 但一进到办公室 他依然控制不住赚钱的欲望 此时,阿里看到自己的股票下跌 立马给柯雷打电话要卖出 接到电话 柯雷又开始疯狂推销 展望前景 假设利润 描绘蓝图 根本就不给哈利反驳的机会 在柯雷密集的语言攻势下 哈利将自己攒了多年的五万美元 全部拿了出来 哈利回到家 因为此时和妻子大吵了一架 第二天 股价跌得更厉害 哈利着急的给柯雷打电话 希望立马卖出 还没等哈利说完 柯雷直接挂断了电话 晚上哈利回到家 其理子散 柯雷也感到压力巨大 他去找父亲 希望身为法官的父亲 能触手帮帮他 但父亲拒绝了 这让柯雷更加疯狂 他决定停到最后 拿走公司最后30万佣金 第二天 坐在公司的柯雷 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 父亲答应帮他找人 到了中午 柯雷在街上被FBI带走 来到FBI办事处 父亲也在 原来柯雷的电话被监听 作为法官的父亲 企图帮儿子脱罪的行为 触犯了法律 于是被带来调查 FBI要求柯雷去公司拷贝客户资料 并出庭坐证 否则他父亲将被起诉 柯雷同意合作 他去公司拷贝了资料 并在最后时刻 帮哈利追回了损失的钱 随后FBI赶到 将公司一网打尽 这算是一个大圆满的结局 但在现实中 像哈利一样的老实人 被骗了之后 又有多少能被追回呢 归根结底 守住本心不贪婪 勤劳致富靠双手 才能让骗子无极可乘